张信哲在跨年演唱会前夕深陷海外代言风波 后来发声明 张信哲在海外代言赌博广告引发网友热议 他发布了声明 经纪公司的确在2020年3月和某娱乐公司菲律宾公司 签署了文化娱乐代言合约 但在2021年3月已经终止合约 合约有消期一年 张信哲深刻检讨自己 身为公众熟知的歌手 手法只是底线 在道德层面更需要做出表率 几年盛行 以身作则 这件事给公众造成的不良影响 表示深深的歉意 入行30多年 用声音传达爱与正能量 希望事件早日结束 将来会把修德修益 满足社会期待作为今后的行为标准 其实这事已经解释清楚了 代言行为是在海外 并不是在国内 而且已经在年头就已经终止了合约 希望大家还是相信他的人品 想不到张信哲还能够快速登上新节目 你好星期六 张信哲录制这期节目 不知道是在代言事件前还是后 其实这对他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如果有影响他的镜头 不可能出现在节目中 所以代言事件已经解释清楚 他还是大家喜欢的张信哲 节目组邀请了张信哲和李玉刚 都实力唱将上节目 目的不言而喻 就是要将过去快乐大本营歌品质在你好星期六提升 这完全是升级版知识密集型的综艺节目 其实这次张信哲不仅受邀上节目 而且他在我们的歌队合作过年轻歌手太一 也被邀请上节目 并且和李玉刚表演了一首歌曲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和张信哲老师再次合作 难道是为了避嫌 太一全程没有和张信哲打招呼 他们在前年的我们的歌上有过深度合作 表演了一季的节目 想不到在这台节目形同陌路 而且比较巧合的是太一和张信哲都上过歌手这节目 我们不知道太一和张信哲合作过 我们的歌之后有没有联系过 但感觉节目组这样的安排有点尴尬 本来太一应该和张信哲合作 想不到是和李玉刚合作 太一和张信哲都是连种眼带大 而且太一的眼带特别的明显 太一应该私底下会和张信哲打招呼 但在节目中完全没有看到他们打招呼 虽然太一和张信哲都很受恐 但这曾经合作好几个月的师徒 不可能两年后见面变陌生人了吧 张信哲不仅以资深歌手的身份参加节目录制 同时他也是一个收藏玩家 貌似还在上海开了个人展览 展出他收藏的真品 张信哲演唱了《上海姑娘》 这其实是首老歌 不是很红 但很契合上海的风土人情 张信哲的镜头还真不少 基本上出现的频率很高 该节目的收视率也很不错 几乎是省级卫视同时段综艺节目第一 现在算看明白了 这个节目完全就是升级版的快乐大本营 以前是快乐家族主持 现在是何炯一个人顶上 每期都带着七八个嘉宾 有时候高达十多个 这打第一是人海战术 展示的是传统文化精髓 谢娜的角色被蔡少芬顶替 却是一个比一个傻 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 不明白谢娜那点不如蔡少芬 警号你好星期六警号